恢复自身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书来养 从自然中来也应该回归到自然中去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们人都是从大自然中而来的 那么自然 当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 也应该顺从自然的法则来调理自己 你可以发现偶尔当你有时间去亲近自然的时候 适当的去公园玩一玩放松一下 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精神很好呀 这就是因为你在亲近自然 吸收了来自自然的力量 所以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 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书来养 树木扎根以大地当中吸收太阳的光照 你就光着脚在地上 在土地上都走走 晒晒太阳 那么这个时候有利于身体的心肾香蕉 因为天为阳地为阴 阴阳的香蕉孕育了世界的外物 那么人体就是一个小小的自然界 心肾香蕉有利于恢复身体的平衡 大树是往上生长的呀 它是积极的向上的 我们一般形容一个人 常文可靠也安静的时候 都会用树木来做比喻 所以说平时呀 你要像大树一样 不与他人争口实 少说话 只专注自己 不消耗 不内耗 自己慢慢的呀 自身的能量就会重新聚集起来 不动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